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 这是自己进入国家队的第五个年头 据相关专家介绍 李盈盈从横空出世到现在 除了2017年没有被招入国家队外 其余的2018年、2019年、2020年和2021年都在国家队集训 到现在的2022年 刚好是第五个年头 其实 2016年备战奥运期间 李盈盈曾以视训球员的身份和姚迪、王宁、魏秋月一起到了国家队 只不过当时是因为视训的关系 所以没有被列入正式的名单当中 此外 直到2017至2018赛季联赛结束后 李盈盈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集训大名单中 2018年的是联赛季军争夺战中 李盈盈搭档朱婷首发 随后 李盈盈参加了世界杯、奥运会 成为了一名世界冠军 值得一提的是 在谈到今年和往年的不同时 李盈盈说道 因为今年我们算是一支比较新的队伍 很多老队员退役 所以自己目前在场上也算是一个不算新队员的队员了吧 在心态上会有些变化 在做好自己的同时 也会稍微提醒一下队友 当被问到作为一名老队员和新人时期心态有什么变化时 李盈盈表示 我觉得老队员算不上 可能算是中间力量 算不上是老队员 还是要把自己当成年轻球员的这种心态在场上去拼吧 不要有思想包袱 以做好自己为主 一些体育媒体也认为 诚如李盈盈本人所言 虽然她入选国家队的时间较早 但现在的年龄并不大 所以称不上是老将 00年出生的李盈盈现年22岁 在国家队已是第五个年头 是叫做中间力量 并没有什么问题 既然李盈盈已经给出了自我定位 是本届女排的中间力量 那么 她就要发挥出中间力量的本领 邪元新月 龚祥宇等球员一起奋斗 当小师妹们出现问题时 李盈盈应该如她所言般 给予一些指导 被问到本年度的目标时 李盈盈这样说道 我希望我能够在比赛中打出自己的水平 希望能有好的发挥 本届时联赛对于李盈盈而言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在没有了朱婷 张长宁后 她将成为球队主攻线上的核心 因此 许多困难球 估计都会交给李盈盈来解决 期待李盈盈和中国女排 在本次的女排式联赛中 能够取得好成绩 心想事成 这里是体育比赛传奇频道 点赞和订阅 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与支持 谢谢大家 下期节目见